各位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今天遭到美国股市在上个礼拜五的压力 因为上礼拜五美国股市 这个礼拜四是没有开盘的 那礼拜五开盘之后美股市下跌 道琼是重挫 那今天的亚洲股市就全面就感受到的压力了 而台北股市当然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K线留在这里 不敢讲说它在这里就会跌破9400 我不敢这样讲 但是很可能会去测试 当然最好状况是明天如果能够止住 留下影线上去做一个象征性的 但是不排除它去测试这个支撑 在这里这个支撑 我们一直在强调 以现在这两个接近两个月指数部分 它一直没有办法越过这里 当然OTC是过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把它视为是一个区间相形整理 可是不排除它会做测试 甚至不排除会跌破 所以你必须要去想 如果它去跌破 如果它去测试 然后跌破 你要怎么做 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子 我不会等到 它去测试这个9400点 这个大紧 这个波段这个低档区的时候 我再去做减碼 再去做停损 相反的 我会在今天 它在连续两个跳空下跌的黑K之后 礼拜五亮缩反弹 今天再做黑K 我会在这里选择做减碼 这是我要跟你讲的 这个无关多跟空 关乎操作 其实股票是这样子的 有超涨 有超跌 你能不能挨得过去 我从来都去假设我的客户 他们的资金 是可以去买三到五档股票的 那这三到五档股票 你当中可以去做一次原始持股买进 再做一次的加码 或最多两次的加码 用这种方式去布局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容忍说 第一个股票无限制的 喊 那我认为 像今天坦白来讲 有些股票 我认为事实上 它是已经出现了相对弱势的 很多是比如说平概股 比如说像什么 像是这个 康空KY 其实它反弹比大盘弱 在这一波的反弹 大盘也是反弹 很多股票反弹 一个个股 反弹的竟然比OTC 比指数还要入 那其实就不应该摊平 再加上你看融资这样增加 那当然我们讲 大盘现在在这里 你等到它去撤9400的时候 你再想 糟糕 康空怎么办 康空间域非常接近低点 非常接近低点 今天跳空跌停锁住 明年如果再下来 不是就去回撤这个了吗 就很接近了 所以你可能 事先就要做好准备 当一个股票 它反弹比大盘弱的时候 只要它比大盘弱 你应该都要先做处理 你把资金留下来 现金备用也好 或是去加码 比大盘强的股票都可以 可是如果你不把 比大盘弱的股票 资金收回 那么我想 未来会出现状况 强势股票 你不敢买 因为没有钱 那弱势股票呢 你第一时间 你不做处理 你越来越舍不得卖 越来越舍不得卖 甚至呢 你想卖 你想等个反弹上去 结果偏偏不反弹 造成恶性循环 到最后 强的股票没有 手中都是弱的股票 我看过太多了 所以今天是跟各位讲 是一个 最近是来到一个 考验人性的时候了 讲到这个 举个例子也是一样 投资人往往都是自己以为 我自己以为的股票很强 我自己以为的股票可以低接了 可是你没有想到一点 你是小户 法人是大户 那大户还在卖 就算他卖超跌 万一你不能承受呢 可乘今天还在破低 二十七十可乘 你说老师 留下影线明天一定会反弹 所以我今天就去买 这个就是我讲的 你不要从自己的角度去想事情 或许明天他收小红没有错了 那收完小红呢 会再上去吗 还是收完小红之后再破 不要预设立场 股票不要预设立场 懂吗 所以我讲在这里 他会不会回撤九千四 那今天已经非常接近了 今天已经非常接近了 所以我今天做解码动作 我做解码动作 好 那一开始我们来看一看 我讲比大盘弱的股票 你要注意 那比大盘强的股票 你也要睁大眼睛看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可是有的时候 操作困难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股票神盾 强不强 非常强 比大盘强 对不对 这个波段从低点到高点 涨了123% 涨一倍 月季线黄金交叉 看起来有量有价 上涨有量 而且大家都说 这个股票没有败向 对不对 比大盘强的股票 可是你记得一点 有一种情形 叫做什么 停力 有一种情形叫做什么 在高涨爆巨量 神盾很强 空单被嘎 嘎的嘀嘀叫 12月6号的时候 大盘跌232点 对不对 开滴上去 开滴没事 杀滴没事 那你如果在那边杀 拉上来 礼拜五续嘎 都没事 都没事 可是呢 有时候 开滴没事 拉上去追追追追追 杀下来 爆巨量24000张 因为往往 你看这个上涨的时候 那个成交量滚出来 周转率过高 或是涨幅过大的时候呢 这个警示就出来 就变颜色了嘛 这红色代表被警示了嘛 所以强势股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是我跟你讲的 因为现在很多事情 第一个 华为那个公主事情 还没有结束 没有这么单纯 因为市场上的联想 因为华为是中国大陆 5G代表厂商 上次美国打中心 已经打一次了 那这一次呢 又把华为的公主 CFO抓起来 市场会有很多联想 华为供应链会不会倒霉 华为产品会不会被抵制 大陆会不会去报复 包含了贸易报复 包含了外交报复 会不会 市场有太多的联想了 所以这些东西 不是我们能够分析的 所以回到前面来 我就讲说 今天这个大盘 这个K线 我坦白跟你讲 它是一个不确定的K线 那至于不确定 你能做的事情 就是减少曝显部位 好不好 这是我所讲的 所以今天其实 我有带我客户 去做一些停损的动作 我直接讲 做停损的动作 我直接讲 可是我觉得操作纪律 很重要 我也告诉我的客户 说当事情 突如其来发生 当股价来到了 我们不确定的地方 又加上外界 这些非经济因素 干扰的时候 还是请您 先把资金部位提高 把持股水位降下来 我今天对被动员件 做解码停损的动作 可是不代表我 之前所讲的 我就全然推翻 我讲什么 我讲我看好三月份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 三月份那个时候 我认为三月份的时候 被动员件的股价 会让你觉得说 我应该早一点 趁它在股价低的时候 去布局高股息殖利率 这一点我没有改变 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会 请客户 把被动员件做停损 第一个 我认为我没有办法把客户的钱 放在短线风险里面 所以我今天直接跟各位讲 292华欣科 我们今天做停损 国际做停损 那我中长期的目标是不改变的 可是短线上面 它来到我所设定的停损位置 而且有其他不确定因素 所以我必须执行 那也对 因为看我节目或是我的客户 去买被动员件而赔钱的 我在这里 我说sorry 可是不代表说 未来我们没有机会 从被动员件赚回来 因为我认为 被动员件 它的高股息是可以期待的 而且我认为 我对国际跟华欣科 他们今年的 获利数字EPS 我认为我算是保守估计 所以今天包含像是国际 像是华欣科 11月份营收衰退 我觉得这是在我预期当中的 只是因为股价 短线上面出现震荡 所以我这个地方 我先做停损 那我觉得未来有机会 如果它再下来 再下来 有在相对的低档去指稳 我一定会重新再进来 被动员件 这是今天我的操作 一开始就跟各位讲 我不像大家 有的人一开始就讲 我什么强的股票 我今天又赚了什么 相反的我是跟你讲 我之前所谈到的这些东西 我的中期目标没有改变 可是短线我必须做个修正 这个其实我们在股票市场常常看到 有的时候老师 你股票卖掉了 卖完之后隔天 这个弹上去了 老师你为什么给我卖到最低点 再过几天又破低 这个没有人能够预期到的 那未来只要你有资金 我觉得都可以赚回来 没有问题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股票 当然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像今天我们长期跟各位讲的 这个帽连366帽连 这个波段涨75% 当然也出现黄金交叉 其实这档股票我在最早跟各位谈的时候 是在10月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9400多点 也就是说约当大盘在这个的位置 你注意看一下 我在跟你讲的时候 10月29大概就是入外这个地方 这是11月第一个交易日 大概在这个地方 我跟各位讲帽连 3665 那你注意看 我们把油带移过去 大概在这里 那你看3665帽连 从这里 现在在这里 那这条月线我觉得 是一个重要观察指标 叫绿色月线 因为今天我讲 那你会问说 老师那你为什么今天不买帽连 很简单 我说过指数 有可能还会去做修正 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这个我们不用讲 川普你也知道 对不对 那如果说 明天再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封一场 大盘在修正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 帽连这条月线 如果能够再提供它 非常solid的支撑 这档股票 我们就可以再把它重新 再把它抓回来 车用这一块 那车用这块来讲的话 当然像我们提到 352同志 那同志在这里 虽然相对跌破了月线 可是我觉得 因为它离这个低档区 事实上是不远的 在这里我觉得 你可以去做一个留意 因为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的风险相对有限 所以我觉得同志 我们本身还是持有 另外4721的美琪玛 美琪玛也是一样 虽然今天月线被跌破之后 但是它又拉起来 收盘重新站到月线之上 那这档股票 我们也认为是 它是在高档整理 杀下来之后 在低档这个地方 出现一个整理 在回撤月线这个地方 我觉得相对的 美琪玛是可以留的 没有问题的 这是电动车的部分 好不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再跟你谈 就是说当大盘 这两天假设 它如果去回撤 前波低点9400 那个时候 我们有哪些方向 可以注意的 待会马上回来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掌杂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像茂莲 它这个波段一路这样上来涨75% 重点是 它在这个地方月线如果有守情况之下 那么我觉得强势股还是强者很强 而且这一次从9400点上来 茂莲本身 它这个反弹你可以看到 它的涨幅是超过大盘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低档好好做好一档股票 就算是只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你都有机会像茂莲这个样子 其实我怕很简单 就是在这里 你一到十一月假设你一百万做 假设你赔了五十万好了 随便讲 你赔了百分之五十 那你现在还有五十万 那你五十万来做 好好做来当股票 你起码在这里 你可以收回多少 收回多少 三十几万 接近四十万 懂吗 但是要买对股票 不是说报那个旧的股票 它就会对反弹解套 不是啊 所以这一点 我差点跟各位讲 事实上你要必须要做什么 太弱流强 你要做太弱流强 那再来像环球金也是一样 你做好一档股票 一涨涨一倍 雅德克这个地方一涨 涨75% 所以你看 你从9400点 环球金涨快一倍 雅德克涨75% 茂莲涨了75% 我觉得12月报复金 反正很多跌生的股票是有机会的 端看你怎么做 所以赶快进入到结论 接下来你就要留意什么 比大盘强的 我们刚刚提到比大盘强 但比大盘强 你也是要注意不能乱做 不能乱做 不能去乱抢 像那美食 我们当时跟各位讲 11月的时候跟人家 出量 上去量缩整理 突破 突破之后呢 展现强势 对不对 上来之后 你会看到 它都相对大盘强势 到12月你看大盘震荡震荡 有没有 12月7号那天 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 礼拜四吧 礼拜五 上礼拜五 有没有 上礼拜五不82块 礼拜四大盘不是大跌 有没有 他本来创高 礼拜四 这个尖尖黑黑 他创高的时候 大盘大跌下来 他是创高拉回 然后礼拜五呢 又上去 那今天大盘又大跌嘛 那美食也是创高拉回啊 你看对不对 今天又过高有没有 82.5嘛 你看嘛 礼拜四大跌 我跟你说大盘就好嘛 来 对不对 大盘礼拜四大跌 大盘是跌 跳空大跌 跳空大大跌 礼拜五反弹 今天在破低 那1795呢 怎么看见 受影响 可是他是创高拉回 今天是受影响 创高拉回 你看都是维持强势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跟各位讲 你要去观察 比大盘强 相较比大盘强 所以美食 昨日受大盘影响 创高拉回拉回 今天马上大涨 下周有机会突破再创高 那今天突破再创高 可是受大盘影响 没有办法 那大盘如果一旦指稳 大盘如果一旦指稳 它能不能再往上走高 可能性很大 可能性很大 那再来就像这个新股 这档股票 新能高 那最近的很多股票 现在在走什么 电池行情 什么顺达 加百玉 辛普 对不对 那当然 其实我跟各位讲 电池分很多 有电动车电池 有锂电池 消费性电子的 电池很多 那新能高 其实它是锁定消费 电池立即性市场的 叫锂高分子的软包电池 它是可以折叠的 比较容易折叠的 那渗透率可以拉五成以上 那其实你注意看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赤森科获利卖出 买新能高 对不对 然后又大涨 因为这两三天是新股挂牌 所以6558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挂牌 这天买 上去今天震荡 OK啊 我觉得OK啊 没有问题 只是要看 因为它是新股嘛 所以这几天 明天都还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 都没有涨跌幅限制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那最后呢 其实有些强势的股票 像这个上反 我跟你讲 比大盘强 那外资偷偷买超啊 4号涨停 5号创新高 对不对 6号外资越买越多 7号 12月7号创新高 那你自己看 交友软体 那106年 赚前三季赚0.31 Q3单季 今年单季是3.71 你自己看多少倍 成长10.9倍 毛利率55% 盈域率30.5% 创单季新高 那你获利既然成长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 在这里 因为涨多了嘛 5278 涨多拉回啊 涨多拉回啊 所以就这样子嘛 如果你是上礼拜五去追的 那你可能今天 对不对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股票一定要先买 持续进入到12月 刚开始还没有几天 记得啊 我讲 很多时候其实操作上面 做到好 雅德克 一涨涨75% 环球金 茂莲 接下来呢 所以当然我觉得在这里 当指数再做个震荡呢 你可以先把资金 先做集中 可是 我觉得 当水落石数之后呢 你那个时候 就第一时间 有资金可以去切入 所以我想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一切都来得及 还有很多族群 那现在 正在公布一些 这个 这个 月营收的部分了 所以我觉得各位 如果你愿意 长期收看我节目的 你知道过去 我们怎么操作的 冠军带你做12月新主流 把电话拨通 我们把资金做集中 好不好 12月做好一个月 可以让你赚赢一年 祝大家操作胜利 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